菲律宾一场注农之灾 烧毁了120户家庭遮风避雨的家 居民只能够暂时牺牲在烧毁的 残砖瓦砾当中客难生活 当地的慈祭人赶来发放物资 希望给他们力量早日恢复昔日生活 在烧毁的破砖瓦砾堆中 随意搭起一块帆布 这就是一家人在火灾后 客难度日的家了 菲律宾黎衩省巴格沙里发生大火 烧掉了98间房屋 在当地医员的陪同下 马尼拉慈基之工进行勘灾 在确切掌握受灾名单后 立即采买物资并进行发放 包括生活用品 二手衣物还有施工及百名 受灾的一百二十户家庭 领取物资同时接受制工的祝福 笑容在脸上重新绽放 因为他们知道 在重建家园的路上并不孤单 大爱新闻雅关乔纳斯费路宾报道